小乐高大乐曲 欢迎来到坏雪的乐高仓库 今天我们来看乐高小黄人系列的产品 这一盒是75546 它的官方名称比较长 叫做格鲁实验室小黄人操作员 好了 我们这一盒乐高小黄人75546 小黄人操作员完成了 里面搭出来呢 包括有两个小黄人 以及一个简单的场景 那这一盒产品在之前的这个外包中上 你看到了它写着了四家 也就是说它是针对低年龄的小朋友 搭出来之后呢 你会看到它的场景并不大 而且里面的零件数也不多 一共只有87片乐高积木 而且里面很多地方都是像这种大块大块的积木 所以说它的搭建的难度是非常非常的低 而且只有87片乐高积木 它还分成了两个步骤包 所以搭起来你完全不用担心 四岁的小朋友完全可以独立进行搭建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边的两个人仔 这一个呢是小黄人凯文 那它标志性的一撮呆毛 迎风飘扬 微笑的脸看上去 这个凯文似乎非常的开心 那这个小黄人乐高的小黄人人仔呢 都是单面的表情印刷 因为这边是戴着眼镜的 凯文是双眼的造型 手呢是可以上下来动的 但是它的脚是不可动的 这个凯文的造型我觉得勉勉强强 还行吧 那这个小黄人呢是奥托 坏雪记的奥托 应该在第一部的小黄人大爷盟里边 没有登场过吧 我记得当时的三个小黄人 除了刚才的凯文之外 应该还有斯图亚特以及鲍博 那这个呢应该是新角色奥托 奥托你可以看到 它头上也有一撮呆毛 看上去像是一小撮头发 这使得这个奥托看上去似乎脑门 非常的高啊 发际线显得异常的高 看上去像个中老年的小黄人啊 然后跟凯文一样 它的这个手呢是可以上下摆动的 脚是不能摆动的 受限于头上的造型 所以它也是单面的表情印刷 你可以看到这个奥托张的嘴露出一副吃惊的表情 这一套里边呢还搭配了两个小道具 一个小道具是一个围栏 这边还有两个警示灯 另外一个小道具呢 看上去像是一辆小车 但其实呢 这是一辆滑滑车 你也可以把你的小光人放在这上面 然后模拟一些滑动的场景 这个滑滑车还带有一个仪表盘 那这个仪表盘也是印刷件 落实到它的这个主体上面 你可以看到主体上面也有许多的花纹 那这些涂装全部也都是印刷件 整套齐5546里边是没有贴纸的 全部都是印刷件 这一点好评 那这个格鲁的实验室 看上去真的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的 下面一个大的呢 是大的一个底 然后后面这种墙壁 也都是大块的零件 搭建起来完全没有难度 这上面的这一些墙上的图案呢 应该还原的就是小黄人大野萌电影2里边的场景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圆筒的场景 看起来似乎应该是个圆筒洗衣机 注意看里边还有这一套里边没登场的另外两个小黄人 斯图亚特以及鲍博 似乎他们被困在了这个洗衣机里边 洗衣机在这边转动了 他们被困在洗衣机里 当然具体这两个小黄人是为什么会被困在里边 那到时只有去电影里边才能一探究竟了 那这个实验室的左边直接是一个大的滑滑梯零件 来我们把奥托放在上面 让它滑滑梯 就是这样滑动的效果 那这个滑滑梯的底部呢 还有个小的这个植物栏 植物栏上面还放了三个香蕉 香蕉也是小黄人最喜欢的东西 这一点喜欢小黄人的你应该已经很熟悉了 然后这里一个看上去有点像一过山车的轨道 那这个过山车的轨道呢 就可以把这个小车放在上面 然后让小车这么沿着轨道 直接冲下来 来我们把斯图亚特放到上面 来斯图亚特坐到这辆车上 然后前面再放个围栏 让他冲破这个围栏 好了 斯图亚特出击 效果就是这样子的 当然由于它下面弧度的问题 所以这一辆车呢 是没办法停在这个轨道上的 你在静止展示的时候 只能把这个车从这个轨道上面拿下来来进行展示 当然四家的产品应该也不需要展示了吧 这个产品基本上搭出来 也就是让小朋友直接进行玩耍的 那这一盒7554687片乐高积木 199元的官方定价 这个性价比真的有点差 价格也有些贵 那这一批乐高小黄人的新品 除了75546之外 还有这个75547 来我们把镜头抬高一点 这一个75547 官方名称是 官方名称在这边 官方名称是小黄人飞行训练 以及还有个大一点的 这个75550 那75550的官方名称是 小黄人比武大赛 这三个小黄人的产品 我们是一次性全都买了 那另外两个 我们也会尽快拍出来 来给大家一起看一下的 好了 今天坏事的乐高仓库就到这里了 那这一个小黄人大野萌2的同名产品 乐高的小黄人75546 格鲁实验室小黄人操作员 拿错了 应该是拿这个 这个小黄人操作员 你还喜欢吗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关注点赞分享 我是坏雪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